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光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們來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和大家搭Skytrain 搭不搭未知 我們先看看Skytrain的環境 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就在Richmond 這個站就是Lensdarm站 在Lensdarm站看過去 旁邊就是Lensdarm站 我們今天的影片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新盤 是舊盤 但是未落成的舊盤 因為這邊溫光華的樓花 跟香港很不一樣 新樓舊盤 舊樓花 舊的新樓花 這邊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樓花交付買的時候 到交付交樓可能一兩年 但我們這裡比較長 所以大家可能感覺上 Carrie幾年前說的樓盤 其實到現在都是未落成的 還要再等一年兩年左右 才能住 現在才想住新樓的朋友 你再去買樓花 要買幾年後 這個現象很有趣 我們今天的主要內容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快將落成的樓花 而發展商可能只剩下很少量的尾盤 現在這個階段 如果大家想買去日柱的話 基本上就是買回一些 Skytrain 大家去買的話 基本上是在一些 已經買了的 原一手買家手裡 去買轉讓樓花 你給它一些 如果它可以賺 就給它一點賺 甚至是虧讓 然後你就可以承接它的合約 等收留 那我們 Skytrain 對 我們好像未跟大家分享過Skytrain 這個就是溫哥華的地鐵 但它大部分在溫哥華的地鐵 其實都叫天車Skytrain 因為它都是在路面 甚至是在一個高速公路 即是高了一個橋上行駛的 只是到某些路段 譬如說去到溫西 Camby 那裡才是落去地底 我們現在在Richmond 全部都是Skytrain 那裡行駛的 我們這個是Lanston站 所以第一站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Lanston站的assignment 這個項目 其實Carrie幾年前和大家分享過 就叫做LUX 發展商是towneline 我們可以順便看看它在這個進度 因為當然也有很多朋友是買的 尤其是還未回來這裡住的朋友 其實LUX 它是一個位於三號路 配合Lanston站 後面就是商場的一個項目 地理位置其實很方便 因為大家看到它下樓過的馬路 就已經是Skytrain 最後面就已經是商場 那現在這個屋苑 其實它會有四座Highrise 我們是Richmond 繼續 應該收不到 這個項目的話 基本上是會有四座高樓 在Richmond來說 這樣的高樓已經是差不多叫最高的了 我們不會在Richmond 因為地勢問題 下面一些近水 就不會起到好像Burnerby 五、六十層高的 這樣的高度已經是最準的了 那是水泥建築 大家看到它是升高了一個平台 那四座中間會有一個Share的平台 就是我們現在上完Skytrain站網的這個位置 那些會所譬如說泳池那些東西都會在中間 那四座高樓裡面呢 都幾多人搭Skytrain 不可能下車 下車 不是 坐完Skytrain下車 它們這些可能是 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繼續回來這個項目 那四座高樓裡面呢 真真正正的住宅 其實是三座而已 那最近居住宅 即是最近Skytrain 是這一座第一座 Phase 1 那旁邊這一座 大家看到它還好像工地那樣 其實是商業樓來的 是office building來的 不是賣來住的 那另外兩座呢 就會是後面的 後面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是第三座 Phase 3 然後再旁邊 現在起得最慢的位置 還是在一個工地狀態的那個 就是 Phase 2 那兩座就相對會靜一點 那它們中間那個平台呢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室外泳池 然後室外泳池 後面就會有些 Gym 房 落地玻璃可以看回泳池 然後有很大的 Party Room 有鋼琴房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會所 都在這個平台Share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住宅 那這個項目呢 大家看到它現在起到這個進度 基本上尤其是 Phase 1 還有 Phase 3 界蓋 明年左右就可以交付了 那可能都有明年的年中之後 因為你看到它現在 其實不是的 都可以看裡面先 那些廚櫃安裝了沒有 好像依稀看到一些假的那些 有啊 是嗎 拍到水龍頭 是嗎 是啊 因為這個項目呢 它的賣點呢 就是發展商盡量在大部分的單位 它那個 Island 它都有 Island 它都有 Island 的 一房兩房 大部分都有 那它的 Island 都是儘量可以做到 一張餐桌給你的效果 就是至少可以坐四個人的 那有些兩房單位的 Island 它是很長的 Island 坐了四個人 還有包邊的 Waterfall 洗手盆 旁邊還有一個好像 那些 Open Shelfing 很漂亮的東西 有一個 Pantry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項目的特色 那大家可以看看自己 當初買的時候有沒有 或者如果你想買樓花轉樣 今天賣 等一年再也可以入住的話呢 Kerry呢 這邊都有些選擇給大家的 好了 那我們講了這個項目 其實幾個賣點 剛剛室內設計和會所的賣點 主要其實都是 Location 因為比較方便 就是近Skytrain 然後後面就是Lens Down Mall 那Lens Down Mall有些什麼呢 有 Best Buy 有 HomeSense 這些都不太重要 每天都賣電器的 但是後面有大統華 其實綠色那裡就已經是 你從這裡走過去 去步行距離 我想是 within 10 分鐘的 然後呢 大統華就買菜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Food Court 即是很快吃的東西都有 大概還有很多間餐廳 譬如說豆撈打火鍋 快樂小羊打火鍋 然後有些狗忌 粥粉麵飯 基本上呢 你住在這裡 最方便最方便 是不用開車 就可以搞定所有東西了 因為現在這個樓盤 基本上買得 可以說買到沒有了 所以發展商的showroom都沒有了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裡面的設計 那些東西 可以上網站 carriequette.com slash luxe 就有所有的資料 以及我們現在放款的 一些assignment 陸續都可能會更多 隨著這些樓盤 慢慢落成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想看裡面以前是怎樣 我也有一個YouTube影片 歡迎大家可以看我們當年宣傳的時候 發展商裡面的內裝 好 那既然呢 為什麼我們會走上來這個sky train 是因為呢 我們都想和大家 逐去近距離一點 看看樓盤 尤其是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在隔壁 Lux實地取景的時候 就發現 不太看到上面 我覺得這個位置 挺好可以上來看 看完之後 我們不如做多個活動 既然現在Richmond 這幾年的發展 和以前是不同的 其實大家看過去 遠處都是舊樓來的 Lensdam這邊 Lux可以說是近五年至十年內 基本上是第一個落成的新項目 即是這些都已經 那個啦 那個都是新的 但那個都已經幾年後 一百年落成的 如果你說是整個屋苑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Lux 所以大家喜歡這個area 就可以考慮選購這裡的樓花 新的樓花轉讓 或者等到它明年後年交付的時候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一些 新房間可以直接搬進去 我們現在呢 既然都已經付費 進來這個Skytrain 那我們就不要浪費了 那我們就坐Skytrain 向Bright House方向 跟大家看看 前面 我都挺拼的 所以是不是叫你拍摺電影 你不停拍著我怎麼鬼 這個已經 都挺刺激的 是啊 我剛剛這樣讓我擺到頭位 你不停拍著我怎麼鬼 這些全部都是附近的新樓 那邊是那些窗聲嗎 那邊是那些窗聲嗎 下車了到站了 這麼有趣 前面有個窗 是啊 沒有司機 司機 司機在下面 我們下車跟大家看看下一個樓盤 這個是尾站 所以這條位就沒有了 這些人上完車之後 就向Lanser 一路上北邊 這一部車是去Waterfront的 所以不需要轉車 它直接就可以一路搭到去Downtown那裡 整個Richmond 如果我們說是住Condo 或者是說這些比較City 緊密的Living 或者不是Town House 獨立屋的話 這個位置應該是最帥仔的位置 因為其實是整個Richmond 最重要 最大 最高端 或者可以這樣說 最完善的商場 就會是CF Richmond Center 就是我前面開始 整個位置都是 你看到 這個位置是售樓柱 但現在都是Buy Appointment 後面有個整個好像圓滾形那一條 裡面都已經是商場 有些店舖就是裡面才能去到 有些就好像Cactus Club那些 你停車已經可以走進去 商場裡面也有個Food Court 也有很多 比如Lululemon 也有無印良品 有Unical 有,有Unical Starbucks 那些全部都有 很大的商場 也有屋頂的停車場 Dining Terrace 其實就是Food Court 你可以停在下面 在上面便會吃東西 然後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樓盤 就是在這一個後面 整個圈 他們的樂盛時間 就是由第一批 五六七座 就是今年年尾到 明年年初 然後這些 重天乘在興建的 就大約隔一年左右 就是明年的年尾到最后年就是2026年的年头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整个Richmond里面最大的项目 因为它的厚度是很大的 第一期已经在建七座 然后其实它还有第二期 就会由第七座后再建回这边 不过是还未开始发售 也未知何时开始发售 现在暂时大家可以买到可以入住的 这两年的就是这一堆 发展商其实剩下的尾盘就很少很少了 有兴趣可以向Carry查身 反而大家如果想多些选择的话 就会看看市面上有什么assignment 就是留花转让 我们有的话都会在网页上 欢迎大家随时去查看 我们再和发展商交涉 留花转让期的话 发展商通常都有特定限制 就不会去到最后一天都还可以转 所以大家需要一些时间planning 他们的timeline就是 从2020年年底 明年年初到明年的年底开始 楼盘的特色 除了刚刚说了location 在正尾站上车方便 还有旁边有很多shopping 有很多买东西 吃东西之外 还有就是本身的发展商 都属于这边很大的发展商 形状本身就很大 再加上它是联合Catlic Value一起建 所以里面的设施都很完善 很多会所设施 电器各方面都用得很好 一样 宜家售楼署就不是经常开放 要每次都要约 有想看里面曾经是怎么样 有什么设计 可以上Carrie的网页 carrie.com slash which one center 就有所有的资料 一样 楼花转让都是放在assignment page 多谢大家 你把它放在里面 为什么 这部很冷 我拍了阿婆 我们刚刚这里是Skytrain的设计 我刚刚买的这张是Sone One 因为我们就是在Richmond 两三个站 它去某个area就是这个价钱 三个二一张 两个人六个四 那当然啦 如果你偶爾坐一次 就是买这些Single Ticket 但如果真的经常买Skytrain 即每天买它上班 那些 它们买过整个monthly pass 就会抵很多 不会那么贵的 我不弄一门在这里 差点跌多久了 你以为香港那样吗 自己买衣服 我去有扶手电梯向上 但没有扶手电梯向下 在Richmond这个站 所以大家呢 有啊 坐升降機 不是啊 一部升降機 但你不会等升降機很慢 行楼梯也挺好 还有它是通通的 所以就 它不是一个密封的站 如果大家冬天 夏天 你都是要穿衣服的 买票呢 跟香港不同的 我们香港那边很可爱 一个个站 有不同的价钱 这样设计的嘛 除非你80通就不用设计 那这里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站 它是一个Zone 计算的 譬如说Vancouver 自己一个Zone Zone 1 叫做 然后呢 我们Richmond 也是Zone 2 Burnaby New West Zone 2 然后Surry Proquillum Zone 3 对啦 好像我们刚刚呢 Richmond 自己这样 Lansdown with Whitehouse 自己玩呢 刚刚那个 那个价钱呢 就是 兜了三个几 小朋友就两个几 但是 如果我们要去Vancouver 就应该是 要买 第二个Zone的价钱 四个几 那如果到Burnaby 就要六个几 是吧 是吧 对啦 不然不会三个Zone 那这个呢 我不太懂分 这两个图 一个Zone 如果我们去Burnaby 是给四个几 还是六个几 真的不知道 Anyway 如果你是一个 这张Ticket 你买了 可以用90分钟来 你都可以在Zone 里面狂习 但是过了就没有了 那你都可以买Day Pass 那你就应该可以 十一个几 就全入是 不得怎样 travel 我们现在试一下 是否可以再进去 是啊 OK 好 OK 玩完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逛逛电器店 先去Best Buy 因为呢 我们在想要不要 买一个Air Fry 这个流行了很久的东西 我们现在才跟上潮流 你经常传的影片 给我看 都是用过的 是啊 很大一块 是啊 不会小一点 不是那么黑色 那么肉酸的 没有白色的 我看上网有些很漂亮 那么大一块吗 我以为很小一块 我们是否去错了地方 应该去哪里买 这个很厉害 只有焗爐 这个不如用焗爐 是啊 我也觉得是 可不可以打开 喂 这里啊 全部都很大 我觉得 很多 是啊 这个不就是小了 是啊 但我觉得 那个样子很碎 这些漂亮一点 这个 79元 这个 这么便宜 是啊 你整个东西都感觉到 它好像很紮实 那样 看看怎么办 不是 都是这些东西 很漂亮 我再研究一下 好吧 我们再研究一下 好吧 我们买购物失败 回家了